就是那个兵推的细节 结果大家都看到了 各媒体有报道 但是他的细节 辣碗报找出来给你看 没有那么单纯 好 他的兵推的这个前提 他的想定设了一个前提 叫做 2027年台湾准备要独立 所以习近平大怒 拍板要攻打台湾 那兵推的结果 只能用三个字来形容 叫做超可怕 不只是我们台湾值得可怕 可能美国也觉得可怕 所以我们看到 这次兵推第一个 4月19号就进行了 过去从去年到今年 我们讨论过很多美国兵推 有没有 各式各样的智库 当然每个智库 它可能收受了 不同的经济资助 那可能还有不同的政治立场 这次是美国众议院 由新成立的 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 第一次来进行兵推 那很特别的 它是闭门的 闭门的 而且总共举行了两个小时 委员会的这个主席盖拉格 大家知道吗 常常对于台湾问题很呛辣 但是这场两个小时 兵推结束之后 它很简单很简单的 只讲什么 冲突没有赢家 关于结果 别而不谈 这个简略带过 轻描淡写带过 大家都知道吗 说的越少事情越大 对不对 就觉得不是太单纯 果然呢 那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讯息 美国又有场兵推 那按照上次这个CSIS 它是完整公布内容 你记不记得 这次为什么没有 所以从19号开始 就在等啊等啊 奇怪 细节呢 结果果然 21号的时候 我们看到 华盛顿自由灯塔 才把细节公布出来 原来如此 太可怕了 美国众院亲自举行的 这个兵推 两个小时 事后呢 奇怪 这个主席轻描淡写 怪怪的 对不对 但是照片倒是有 来 照片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 就是这个4月19号的 这个兵推嘛 好像剧照 好像电影剧照 有没有 虽然轻描淡写 但是第一个 你有没有看到 大家的表情 每个人表情看起来 都好像接到话消息一样 非常非常的沉重 有没有 再往下看 有没有 这个手扣着这个臂膀 然后这个捂着嘴 有没有 嘴角向下 有没有 看到没有 每个人的表情都是这样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所以如果说 我不告诉你结果的话 你会觉得怎样 事情大条 惨了 完蛋了 糟糕了 是不是有这种 电影剧照的感觉 但是当然第一个 我的这个主编看到之后 第一个觉得说 你不公布 但是为什么画面 摆拍感这么严重 确实吗 那种摆拍感 有没有 这个姿势都摆好 但你从 不管是前面这个主席 包括后面的人来看 你就会发现 他前面摆拍 后面你看 有没有 站在这个背后 这个人 他可能不知道自己被拍 你看这个脸 每个那脸都非常非常的沉重 所以从这个画面当中 你就先知道这个结果 应该是对美国极不有利的 怎么样的不有利呢 我们再回到讯息的细节 我先来看结果 从结果当中 我们反推回去 看他每一个的过程 为什么让美国这么的凝重 这个细节 昨天稍微有讲到 就是结果是什么 美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仍然无法阻止解放军登陆 最终还是登陆了 记不记得 台湾要变刺猬之导 每个家庭要发枪 警察局要配刺针飞弹 我们要布雷等等 结果呢 兵推的结果是这样 美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什么样的沉重的代价 美军虽然集成了80艘 解放军的各种船只 但是解放军 还是有8万人登陆台湾 然后时间想定是一个月 这场战争 在这个兵推的想定当中 一个月 之前大家都觉得 会是速战速决 但是它的兵推想定 好 一个月 时间是2027年 好 我们看到美国付出 什么样的沉重代价呢 包括这个 美联社的报导 兵推的细节 我就说嘛 看新闻一定要看细节 光看结论没有意思 一定要回过头去推 因为兵推的很多内容呢 就是假设 在作战的时候会发生 你看它的每一个细节 你会不会觉得 是啊 是有可能啊 它总不会想定一个 什么外星人来帮忙嘛 对不对 都是可能发生的 其中一个细节就是 北京的导弹跟火箭弹 不但落在台湾 还有哪里 日本 还有关岛 有没有 这是它想定的 最初的伤亡 包括数百名 到数千名的美军 当然啦 台湾跟中国的损失更大 可是对美国人来讲 美军比较值钱嘛 比台湾人值钱 对不对 数百到数千名的美军 炮火落在关岛啊 不知道炸死多少美军 但是最后呢 还是失败了 解放军 还是登陆了 好 为什么呢 大陆的后行补给线 注意很短 320公里 美国到台湾补给线 2200公里 我先让这个接纳使来讲这个结论的部分 我们待会再请蔡委员 回推看看所有的细节 你怎么看这个结果 美军这么惨啊 最后还是没有办法阻止登陆 伺威之导有用吗 没有用 这个证明没有用 而且它这个想定 它这个开打是美军直接参战 美军直接参战的结果是这样 这个前提很重要 对 这个前提是美军直接参战 里面可能最不会发生的是这个前提 对 可是这个前提通常我们想定是不会 美军不会参战 那我们就当作它会发生嘛 就美国有情有义啊 第一时间就进来了 那美国参战 它的参战的方式呢 它说因为美国的航母 它因为在受 它说因为会在中国大陆的导弹的攻击范围以内 所以它必须要退在很远的距离 用远距的方式 来进行资源台海的战争 所以它是躲的 应该是说的话 如果说一艘 这个 看就是说 055大区放在什么地方 055大区在一二岛链之间的话 美国就得撤退 比如说啦 在我们的东海岸 那这个美国的航母要离055大区要多远呢 要1500公里支援 所以美国必须在1500公里之外来支援台海的战争 所以这是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 另外就是说中国大陆很快就把这个台湾完全封锁 所以美军是无法进行补给的 所以它是远距在攻击 所以一个月说它可以集成80艘中国大陆的个型舰艇 一个月的时间 美国是不是有这个能力 不知道了 因为它如果说 它的滞空能力的话 它如果要用日本的基地 或者说要用菲律宾的基地的话 前提是什么 日本准不准许它用这个基地 这个要得到这个日本的同意 即比特我们上次CSIS的 那个五个情境 其中有两个情境是 盟邦都不允许美国用在他们国内的基地 做资源台湾的坐载 所以它前提 它就是说就靠美国的航空母载远程资源 所以可是它这里面又提到 中国大陆已经攻击日本和关岛 那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现在攻击日本是太容易了 尤其琉球的这些美军基地 那以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事实上它用火箭炮就可以了 它甚至不需要用东风系列 可是打关岛的话 这个东风21就是专门打关岛的 那看它装多大的那个爆炸量 它是500公斤的炸药呢 还是更高爆性的炸药 我们不知道 可是这个集起来 这个是完全在美军参战的情形 然后它讲这个 一个月以后 八万共军在台湾 因为解放军他们一直讲说 我没有完全制空权跟没有完全制海权之前 它的任何的地面部队是不会出动的 那所以这个情况就一个月台湾的制空 制海完全没有 那我们的所有买的这些 我们的这些航空这种防空导弹 跟我们的空军基本上是全灭 对等于全部破防 全部破防 才会有这个结局嘛 对啊 全灭啊 那你如果说我们的制空权没有以后 我们的还有制海权 我们不是有这个 我们不是有这个 我们不是有什么 我们有天弓飞弹啊 这些是什么 这是放在舰艇上 我们驼江舰 什么江舰 很多啊 还有我们的这个继德号啊 那基本上还有制海的能力啊 还有这个上面 美国不是要卖过我们 400枚鱼叉飞弹吗 那这些 可见也都没有了 也都没有了 所以一个月之内 我们的我们的整个的 这个制空权 制海权都没有 那中共大陆 中国大陆来八万人 基本上 他不可能用他的这个抢摊登陆的 不可能用抢摊登陆 因为075 两栖攻击舰 上面能够所有 能够载的这个 这个好 就是说的海军陆战队 大概1200名 你想想看 12000名 他就要10个 10个梯次的075 的两栖登陆 两栖已经4万5000吨了 那个不是 中国大陆他们 我看他们的演习 他是用所谓的滚装货轮 调来滚装货轮 可能一次 就来5000人 那这个时候就表示 他不会再高强担登陆 他很可能就直接用 我们的这个商港 就直接进来 台北港 或者台中港 或者高雄港 就直接进来 然后是从用港口设施来测 来卸载 要不然的话 8000人 8万人是很难运过来的